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一贯是给予好评的永生的笔 很少比我是给予 就除了他上次那根3007以外 除了那根以外真的是 其他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永生的话的笔 就是他的反派客那群的话都是不错的 然后今天买这根是3007 不不3007 这根是3008 然后第一个感觉就怎么样 我通常会习惯拿这根做标准 呃这个笔呃偏重 重心还是很好 就很有很有重量感 就是说重量还是不知道是不是 然后这个拿起来是怎么样 烂笔头那个这些应该是塑料 但这里我摸的一些冰的 应该是有一些有有几个金属键 但是这个和这两我现在手捏这两块 应该是金属键 这个的话现在应该也是金属键 有点硬呃而且冲看一下 我不不太确定这个地方 因为没银色的应该如果是这里有点压 应该是冲压键应该也是金属键 呃但是这个表这个感觉你拿上手很重 这不是重就是说他重量很集中 然后导致我脑我感觉很重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什么原因 但拿起来重量感很舒服 这个重量感就是说少数来讲拿起来 而且这个圆的我喜欢这种我不太喜欢就拿米那个 反正就这样子 因为拿米2000其实我很喜欢的 但是我只是不喜欢他Safari 还有那个All Star 就是就就说反正那一块 因为那个太儿童了 这样的东西 呃然后再我不懂为什么上来有点水啊 这个这里这个地方我不太懂 反正这个笔应该是要拆应该是可以拆的 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了 呃反正就想拆的同学自己买一根来拆吧 我觉得然后这根笔呃 呃也是透明笔色 好像现在国产的基本上都透明笔色了 呃反正透明笔色我挺喜欢的 呃挺好看的 但是要么就整个透明吧 现在这种我这个里面看有点像那个AL系列 就上文胎AL系列的那个呃铝合金 那个那根其实挺不错的 但是呃我没有买 因为他那个价格我可能会选其他 不是说笔不好还是那句 每个人都有自己一个观呃观感嘛 观点嘛 但永生的笔一贯 除了上次那根就是仿那个Careco那根以外 其他的我一致好评真的 永生的笔很实用 在老外那边在Facebook很多群 其实你也看到永生的其实还是很有市场的 他的笔 好那一个整根笔我先看一下他那个尺寸吧 还有他那个大小 然后首先大小是这样子的 呃两根反正啊你看很重很大只 就是说很霸气这个有有同时啊啊另外说一下 又送我一根讨厌 对就这样子 就是说我不我只想要一根 你为什么又要给我一个呢 每次都这样子 我只要一只啊 然后呢一样14.2厘米左右啊 呃 然后这个我看一下他能不能这样子卡 嗯 嗯正常插吧而已没有什么特别 我还想有没有什么一个细节 然后可以说一卡 然后扭 然后他有什么当做新墨器啊 不过我觉得这样子 当做一个什么 就是说这个 楼木剑转啊 我但我觉得这种设计他太危险了还是不要 但这个的话反正拿起来啊 重量都在这笔盖上面 现在拿就轻了这个 但是刚刚拿很重 因哦对我这笔盖好重啊 他是加重了还是怎么笔盖是这样子的 因哦我不知道是哪里了哦 这这块是金属键 然后可能我觉得是笔头笔头最我这块这块真的是明显是比较重的 但笔还是比较轻的哦 这怪不得了怪不得这么集中整个重量原来都在那笔呃笔盖那个地方 他说OK 嗯挺满意的这根笔呃值得一买值得一买就是说看用也是看用的笔看用的笔啊 但是呃反正就那句吧你800以上或者其实也是不是500以上的笔其实呃已经是有自己的一个品位了就是买品位不是说去买笔了 因为呃三块钱你一样可以买一根中古的国产笔对吧 你三百块一样可以买一根笔 三千也可以三万就也一样可以 嗯所以说看你的一个定位你到底想要一根什么样笔你要来干嘛 这个很重要啊那个不说那么多废话 那一样我们上墨环节嗯电污笔的环节啊不用电污 我下次再想一个词啊 那我要我通反正一样把空气挤出去这样子挤出去以后呗 然后就笔插深一点插深一点然后一吸哦就可以了 反正整根笔还是OK了我觉得呃行基本上还是可以的 而且这上墨量这么大反正就用实用性肯定是够了他上墨量毕竟还是那么大我觉得呃 呃然后再下来先试写一下吧还是一样 呃呃反正就一样这么拿呗呃就反正就这个电污其实透明的就不会那么好看 其实透明的笔杆我建议还是用彩色墨不要用这种黑色墨呃我是只用黑色的呃 顶多就加点化露水啊或者加点香水什么的或香精就那个香薯呢 我叫香精吗就是他那个加湿器有那个香精我有时候会加点那个薄荷味下去 然后又加到墨水里面一边写边念这样子增加点逼格而且心情会比较平静一点 当然这个要整个首先你心态调整到那个位置上 而且你整个心态调整到你真的提升那个生活品质上面 呃好那不说那么多永生是吧 也是一样自带自带出戏 哎好像没对焦 好那个继续 这个是多少的3059吗307呃3008啊3008呃偏粗整个手感 呃当然我用的纸都不是好纸的呃如果你们用好纸肯定能更容易去测出说一个别出戏 你做那么细为什么呢我有时候不太懂你真的有那么多资料要记吗 你不那么多翻页吗 嗯有时候我真的搞不懂 为什么这么追求那个细肩呃 你说是监控那我能理解对吧 然后这个笔写起来非常舒服 永生的笔尖基本上没什么要挑剔的呃一定是一定是OK的 我用这么久除了上次那个3007以外翻过车以外 呃其他没有翻过车 嗯这写起来真呃还挺舒服的 不管中英文因为你说写中英文我觉得没差 因为第一个我写这不是好看 另外一个你写书法的话你这样有就专门为书法那些笔去写 你写中文你可以用毛笔对吧 你不一定要用你何必要用一根硬笔去写出一个毛笔的感觉 这不符逻辑 好那个一样无印的那根F间 但是他这个笔偏粗 我我觉得应该是品控的问题 因为便宜的笔他都有品控问题 但是呃永生是暂时来讲 我试完英雄和什么就这么多国产品 永生的肩我暂时试起来是最就最舒服的 就说我写起来真的书写感受一击半就只有他 其他的暂时还做不到 英雄的有时候也会翻车 但他这个是呃看一下笔件 哦F间的F间那就会已经比欧 因为你们懂的欧规是比日规的那个要呃 好看一下欧规是比那个日规的要那个就是怎么讲 呃就是说那个要出的 那这个比我现在这个欧规的还要还要出能看到好回去我点一下 啊你看到呃就是还说会出很多 那会有这个问题在呃所以呢就呃 但是如果是说没有对那个爬格子 反正就我平常无印的那个F间 我写格子其实这么大 永生的反正就有时候你懂了初期要够 我才能写更大格子 不然那个那么大格子装那么细的字 有时候怪怪的毕竟说不准 这种感觉就协调感嘛 但整根笔我觉得还是不错 然后就嗯先把墨给下了一下 但整根笔反正就活塞的话 我现在上墨的时候呃有点卡有点小卡 可能要上点硅油保养一下或怎么样的 但是呃这个笔我觉得有时候呃这个价位的笔 像这些什么活塞不够顺滑什么 我不不会去挑剔它 但是像百利金我一定会呃 然后其他的呃颜色上面也是一样多种选择 你喜欢选哪种选哪种我觉得都可以呃 另外的这些一格一格的这个 我我不太懂他想啊这个先拿走 他上面这个一格一格的这个 我没太懂他想做什么一格一格这个东西 就这些一格格的呃 然后整根笔你看了透明不管怎么样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挂臂都会就是说如果除非你能不挂臂 那我觉得就可以 但是我不知道是我墨水问题还是怎么样的呃 反正一样呃有墨水给我推荐一下吧 防水不要碳数啊就这样子 嗯因为我之前我现在还是这么极黑了 所以就有没有别的 因为可我不知道是极黑连性比较高的 然后导致挂臂呃好 不说那么多废话 反正这根笔呃永生的笔一一贯如长的好评啊 没有问题 值得一买永生的暂暂时就永生的 那个PanBPS的反正就是说颜值啊 反正就是说你们自己知道一个定位呃 如果是说你们喜欢的 我后面再说把这么多品牌的一个比做一个 统一的一个评就是同一个评测呃 好那个今天的那个呃 视频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 或者有什么意见也是一样 或者想聊天的什么的呃 要加微信什么的都ok啊 你们自己看吧 反正我还好观众不是很多啊 反正多多交流也没什么大问题 哦 那个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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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